众所周知,蒋介石、汪精卫、周恩来、梅兰芳被称为民国四大美男子 不得不说,蒋介石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帅 蒋介石当然没有辜负他英俊的外表 他一生娶了四个女人 十四岁时,他娶了毛福梅 三十五岁时,他娶了姚叶成为妻 三十四岁时,他承诺一生只爱陈杰如 四十岁时,他转身嫁给了宋美玲 蒋介石的这四次婚姻,可谓是轰轰烈烈,各有千秋 那么,蒋介石的四段婚姻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四个妻子中,蒋介石答应过只爱陈杰如 但他为什么转身嫁给宋美玲 这是一个怎样的爱恨情仇的故事 我们暂且先抛开他的功果 来说说蒋介石的风流往事 希望喜欢这个视频的朋友请点赞关注 多多支持一下 毛福梅是奉化名门望族毛家女儿 蒋介石的前妻 而且这桩婚事是由蒋母安排的 蒋介石当时才十四岁 这时的毛福梅比蒋介石整整大了五岁 《女大三豹金砖》是中国古话 但这是对依靠包办婚姻的说法 毛福梅的父母做主 将他嫁给了蒋介石 很明显他并不是蒋介石的那个经传 即使后来毛福梅还为蒋介石生了一个儿子 名字叫蒋经国 但这桩婚事仍然没有成功 毛福梅成了封建婚姻的牺牲品 而蒋介石却是孝顺 爱母 一直没有与她离婚 直到她的母亲去世 1927年8月 蒋介石回到老家西口 与毛福梅离婚 才结束了与毛福梅的婚姻 姚野成 原名阿乔 蒋介石的第二个妻子 和蒋介石结婚后 才改名姚野成 蒋介石于1911年24岁 从日本回国 当辛亥革命爆发时 蒋介石跟随革命党人陈其美到上海 杭州从事革命活动 有一天 蒋介石突然被警察追捕 慌乱中的蒋介石跑进了一个巷子 看见一个女人便急忙说 后面有追兵的人要堵藏 这个女人藏了蒋介石以后 于是心慌意乱地走了出去 巧言妙理 便打发警察去了 这个女人就是姚野成 此时的蒋介石正处在艰难时期 在以后的交往中 她很快对姚野成产生了好感 那时候远离家乡和毛福梅 1912年起 蒋介石就和姚女士住在一起 虽然她与蒋介石同名 但比蒋介石成熟得多 自然而然就是投其所好 百般地服务蒋介石 陪伴着革命事业 孤独的姚野成照顾着她的衣食起居 此后 她把自己所有的私人财产 都拿来资助年轻的蒋介石 姚野成后来成为蒋介石的幼妇人 不幸的是 好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 转眼间 蒋介石遇到了一个 她称之为一生挚爱的女人 陈杰如 说到陈杰如 我们不能像她前两任妻子那样 轻描淡写了 她是蒋介石的第三任妻子 也是她的最爱 她们1919年相遇 1921年坠入爱河并结婚 她们于1927年离婚 可以说 如果没有孩子作为纽带 离婚后 她们应该是两条水平线的焦点 但即使在离婚后的几十年里 她们的感情依然相连 故事还在继续 甚至连宋美玲都称她们为年幼的孩子 陈杰如 圆灵陈峰 浙江宁波人 她的父亲是一位 经营手工艺品的商人 她的家庭很优越 家庭教育也很严格 陈杰如受过中等教育 当她十几岁时 她跟随父亲到上海读书 在朱一鸣的家里 正在做家庭作业的陈杰如 偶然遇到了蒋介石 当时 陈杰如虽然只有13岁 但她已经苗条美丽 穿着民国时期的服装 还拿着作业本 纯洁动人 窈窕淑女的陈杰如 面对的是 已经32岁的蒋介石 她有点害羞 但蒋介石一见钟情地 爱上了她面前的那个单纯女孩 甚至暗中决定 一定要把这个小女孩娶回家 学生陈杰如 接受了当时最新的教育 对浪漫爱情充满了幻想 因此 在这个时候 蒋介石的追求 不仅没有使她兴奋 反而使她有些不知所措 但蒋介石家中已有妻妾 陈杰如的父母也强烈反对这桩婚姻 但此时 蒋介石对陈杰如的爱已经无法自拔 1921年秋天 陈杰如的父亲意外去世 蒋介石站出来 帮忙处理善后事宜 这时 陈杰如改变了对蒋介石的看法 但蒋介石脾气暴躁 仍担心他们相处不好 陈杰如的朴素和温柔 无疑是一道光芒 立刻照亮了蒋介石的心 面对面前的女人 她想尽一切办法赶上陈杰如 蒋介石花了很多钱 一有机会 她就带着陈杰如慢慢地散步 两人的接触越来越多 年轻的陈杰如 逐渐陷入了蒋介石甜言蜜语的关怀中 她对蒋介石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陈杰如的妈妈生日时 蒋介石特意准备了一份厚礼 送给陈杰如一架德国相机 价格非常昂贵 陈杰如的妈妈看到蒋介石如此迷恋她的女孩 心里更加看好蒋介石 蒋介石后来委托张景江和朱一鸣 帮助向陈杰如的母亲求婚 最后 在张静江和朱一鸣的帮助下 陈杰如的母亲同意了这桩婚姻 1921年12月5日 蒋介石终于抱得美人归 与陈杰如走进了婚姻殿堂 在新婚之夜 蒋介石向陈杰如发誓 你是我最亲爱的妻子 也是世界上唯一的爱人 相信我 蒋介石的承诺 使新娘陈杰如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之中 她以为她会和蒋介石牵手 白头偕老 但她没想到蒋介石对她的承诺只有六年 在与蒋介石的婚姻中 陈杰如付出了女性应该付出的一切 她善待蒋介石的前妻毛福媒 抚养妓子 赚钱养家 被称为知道伟大事业的陈小姐 然而 陈杰如与蒋介石结婚后的六年 也是蒋介石政权迅速提升和扩大的六年 在这个过程中 她获得了自己的各界人脉 争取各种力量和人才的支持 这也是蒋介石成功的最关键的一步 蒋介石立志成为中国的第一人 她需要她的妻子不仅要有一个杰出的家庭和美貌 还要在她的职业生涯中给予她充分的支持 宋子文于1922年12月初 在上海孙中山家中举行基督教团体聚会 这是宋美玲和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 宋美玲的美貌 出众的谈吐 卓越的风资 给蒋介石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从一个政治利益角度看 蒋介石与宋美玲结婚 无疑是最好的结局 与宋美玲结婚后 宋家的势力必然会向他们倾斜 而且与宋家有亲缘关系的 又有孔氏家族 亦可谓其所用 蒋介石立即决定向这位 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新女性发起追求 就这样 在婚后的第二年 蒋介石在追求宋美玲 同时向陈杰如撒谎 在蒋介石的热切追寻下 宋美玲刚开始不为所动 但蒋介石在感情上是个怎样的人 不久 宋美玲就被他坚持不懈地追求感动 蒋介石在万事俱备之后 选择了适当的时机 向陈杰如提出离婚 毫无准备的陈杰如听完这番话 犹如晴天霹雳 陈杰如没有料到 蒋介石会以结婚为手段 来解决自己的困境 为了权力 男人可以放弃爱情 这个男人为实现自己的事业虔诚 也可以放弃至爱 陈杰如最后满怀痛苦和悲哀 谈泪答应蒋介石离婚的要求 独自踏上了前往美国的轮船 25岁的陈杰如和蒋介石离婚后 郁郁寡欢 终生未婚 有些人说陈杰如是蒋介石最爱的女人 也是最可怜的女人 她一生就像是一朵洁白的枝子花 把永恒的爱情和毕生的痴情 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蒋介石 最后的结果 只有在寂静中黯然失神 默默凋零 为了打消社会各界人士的疑虑 民国十年 蒋介石在公告中表示 原配的妻子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 致使二世本无婚约和中正脱离关系 在这个简短的告示中 蒋介石果断地结束了前三段感情 1927年12月1日 40岁的蒋介石终于有了第四位妻子 也就是这一年 宋美龄才25岁 40岁的蒋介石 感到此时此刻已获得了真爱 而完全忘掉了 当初对陈杰如的海誓山盲 而且这也是蒋介石最后一次结婚 想到宋美龄西安事件中的斡旋 美国国会的演说 抗战筹款动员等等 客观地说 宋美龄这位第一夫人当得确实称职 另外 宋美龄在国民政府中曾担任过领导职务 作为中国空军之母 她还多次出访美国 积极为国民政府争取美国的援助 这不管是毛福梅 还是姚野城 哪怕是一见钟情的陈杰如都不能做到 国民党在1949年败退 宋美龄随蒋介石来到台湾 1945年4月5日 蒋介石逝世 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的落下帷幕 宋美龄再次前往美国 隐居生活 直至2003年逝世 享年106岁 不管后世对蒋介石的评价是好是坏 当然 这也不能被用来作为换妻的借口 这段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